天气无常 试想想如果天气每天都很闷热 小心暑气找上你哦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的 种暑啊 种到这个暑气啊 它就是在一个高温环境下 在配上这个很潮湿的情况下 而得到的一系列症状 通常就是如果一个人 在户外时间太久的话 他就接受那个强烈的阳光 过后就会导致它会中暑咯 那你说如果我是长时间在户内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你也不能排除户内 它有一个空气很闷热的这个情况 也是会导致我们中暑的 这个中暑啊 这个暑气它最擅长 就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这个水分 那如果你身体上这个缺水了 就是dehydration 它的症状就有这一些咯 啊就是有发热 过后口干口渴 过后尿会变很黄 啊头痛头重 跟头晕 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 其实反而这个中暑 它没有分年凌晨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风险会中暑的 只要你是长时间被这个太阳晒 过后你又很少喝水的话 你都有一个很高的风险来中暑咯 啊毕竟我们是不能够改变这个气候嘛 那我们就如果还是要去外面晒太阳 接触这个阳光的话 记得记得要补充水分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点是如果你们喝一杯水下去 还不能解渴的情况下 这时候你身体已经流失大量的那个水分了 你应该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ORS来补充你的水分的 如果要热潮生活容易找到的 就你们可以用一些粒豆啊 玉米啊来煮水喝 要不然就是 甘蔗 野水跟那个猪猪马蹄这些都可以拿来接触的